一转眼,拜登上台已经半年了,在这半年时间里,因为拜登对内推出一大堆经济复苏的刺激和计划,对外积极与盟友乃至部分敌人妥协,集中精力构建反华联盟,积极围剿中国。 所以很多中文博主对拜登的评价,也来了一个逆转,从之前的瞌睡桥,无所作为,一下子转变为老谋深算,江海市老的辣,甚至有些资深博主,还喊出了拜登是近几十年来最老练成熟美国总统的说法,并且认为他作为美国总统,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威胁。 那么拜登这半年的表现,真的当得起老练成熟,当得起中国最大威胁的说法吗? 这是拜登6月24日在记者发布会上的突发状况,当时,他突然以恐怖的神情瞪大眼睛,用带着嘶哑的悄悄话,如同被吓降头一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。 其实这也不是拜登第一次犯神经了,前段时间,拜登去欧洲时,就经常结结巴巴,公开露面讲话时,也曾有突然忘词,自言自语的表现。 而在这次过后不久的7月3日和7月5日,拜登分别在访问密歇关州期间,和在跟洛杉矶到齐棒球队队员合影时,有突然莫名其妙的担心下跪,让大家目瞪口呆。 当然,好像现在的美国总统都比较魔幻,上一任特朗普就经常被人说神神叨叨,两话不经过大脑, 但特朗普那个最多只能算是个人风格问题,就算说错些话,也不过是未受专业训练,脑子应该还是正常的, 但拜登这种,完全就是典型的早期老年痴呆症状了,就这样的情况,还非要把他说成老年成熟,老谋深算,说成多么多么厉害,反正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嘴,实在是太隔应了呀。 当然,我也理解那些并非公知立场的政经国主,为什么会这么吹拜登,无非就是觉得这半年美国在复苏经济,勾建反华联盟的事上头,有章有法,而且也确实收获了不小的成果, 但这个就能证明拜登,或者说证明美国政府很牛掰了,笑话,所谓复苏经济,这个只要随着疫苗普及,再叠加风光放水,短期的繁荣,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, 而生产疫苗的事,特朗普时代就已经搞得七七八八,拜登只是坐享其成,哪怕换个傻子上来,这个时候也肯定是拼命要求民众打疫苗,和拜登的能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 至于放水,美国都放了十几年水了,疫情以来更是全力开炸,拜登上来后更是变本加厉,这么多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刀印出来,发给大家,经济像不见起色都不行。 相反,拜登放水的严重后果正在逐渐显现,发钱发的民众爽死到不想上班,这都还是小事,最重要的是,通货膨胀的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复苏,物价飞涨,本就泡沫惊人的股市和政府债务,更是越来越逼近悬崖边, 所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,拜登政府的这种玩法,与其说是在救市,不如说是苟延残蠢,甚至是赌博,如果不能用无底线放水的,所谓现代货币理论,达到把欧盟中国这样的大块头,先引爆,继而收割,最后美国的下场肯定会非常之惨。 至于反华联盟的那些勾当,这个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,本来反华就已经是美国两党共识,甚至可以说是两党唯一的重要共识,所以拜登反华本来就是必然而然的, 而两党的立场和利益基础决定了,拜登不可能像特朗普那样单刀植入,而是会以构建联盟的方式来进行, 这同样是在拜登上台前,就完全可以预期到,完全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呀。 至于以拜登反华联盟有些成效,来证明其高超水平,这个就真的是高效了,美国再怎么,这也是全球霸主, 又算现在相对中国有所衰落,内部也危机重重,但毕竟底次还在,要是拜登折腾这么大一圈,一点成效都没有, 这样的美国,你觉得配得上中国分歧反抗吗?而且从现状来看,拜登折腾了老大一圈,各种手法使劲, 也对盟友乃至一些对手做出了利益上的巨大的妥协让步,最后的效果却也并没有十分明显, 所谓的反华联盟,总体依然停落在纸面,除了乌衍斯党和日本小弟,其他的整体上依然在当强偷草, 至于对手,伊朗、俄罗斯、塔利班等,更是死缠着美国不放手,这种性价比实在不是美国能够满意的样子, 所以这些所谓的政绩,根本就不能证明拜登有多高的水平,如果就凭这些,就把这位格三差五就脑子短落的老头, 吹得神乎其神,但我觉得这些吹鼓手真的得好好粉丝自己,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恐美症了, 当然,拜登政府虽然不出彩,但表现的也不能说是差劲,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, 最合适的应该是循规逃矩,没有什么争议,也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, 但是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神拉之笔,透过这个表现, 我们似乎能从中窥视到这一届美国政府的真实水平,中庸, 之所以判定拜登政府中庸也是有其依据的,这个首先得从拜登本人说起, 拜登从一开始,就是民主党内平衡出来的人物, 在去年初,民主党内部选举时,拜登根本就不出彩, 甚至一度被左派桑德斯强势压制, 后来是民主党内一番操作,各个传统建制派大佬纷纷退选, 把票全部给了拜登,然后再加上奥巴马等大佬聚中调节, 恩住了桑德斯,拜登才得以成为民主党候选人, 不过直到这时,大家对他没什么信心, 毕竟2020年初正是特朗普光芒万丈的时候,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,年底的大选,民主党必败无疑, 也正是基于这种形式,民主党才会把拜登推出来, 反正注定赢不了,所以内部也没必要都给你死我活, 不如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拜登上去, 虽然他怎么看都不可能是特朗普的对手, 但至少用他可以避免内部分裂, 不至于闹出自家捡来的小狗崽子, 中国国民党那样的笑话,一个人, 一个能让内部各方山头都接受, 那一般有两种情况,要么他牛逼的要命, 大家都惹不起,要么就是他本身并没有太大威胁, 没有太强的自家势力, 前一种那是特朗普,应是嫌民粹把共和党各派彻底压服, 而后一种自然就是拜登, 所以拜登能在2020年初那个形势下成为民主党候选人, 本身就意味着他在党内的一个弱势领袖, 名分够高,但实际力量比不强, 而当时全世界都对拜登毫无信心, 也侧面证明,拜登在美国民间确实没有威望和好招力, 可没想到一场新冠疫情,生生把特朗普给搞倒了, 党内无事,民间无望的拜登,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总统宝座, 这绝对是造物弄人了, 拜登中了天子第一号彩票,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, 拜登党内无事,民间无望, 这样的总统无论是面对民众, 面对特朗普, 还是面对党内各山头, 都是极为弱势的, 而拜登的身体状况更加剧了这种局面, 虽然美国官方一直努力营造拜登的光辉形象, 美国媒体也都默契的对拜登的各种失态回避, 或者轻描淡写, 但这位80岁的老头的身体状况堪忧, 已经是毫无疑问, 甚至白宫官网都使务简厉的把这一届政府, 标注为拜登哈里斯政府, 咱们从来没听说过奥巴马拜登政府, 也没有听说过特朗普彭斯政府, 而现在, 我们却看到了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官方标注, 中里面透露出两个消息, 第一,拜登确实极为弱势, 弱势到连自己的独家名头都保不住, 第二, 拜登本人也认可这种弱势, 而这种认可, 不管是出于民主党各山头的压力, 还是自己身体确实有毛病的无奈, 反正都表示他接受了自己某种程度上的傀儡地位, 愿意与民主党精英分享, 甚至让睹部分本属于自己的总统权力, 这意味着什么? 这意味着这半年来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, 实际上很多上并不完全代表拜登本人的意愿, 更多的是民主党精英集体决策的结果, 拜登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真正的化石人和最终决定者, 而只是起到了橡皮图章的作用, 这很大可能就是当下美国政府内部真正的权力结构, 虽然白宫肯定不会承认这一点, 但从各方面迹象看, 所谓拜登政府, 更多的是民主党的精英共治, 当然, 精英共治并不代表着政府一定会紊乱, 毕竟在奥巴马这些大佬的幕后平衡下, 民主党建制派还是维持了整体团结的, 但没有强势领袖, 没有最终拍板人的精英共治, 也会呈现出中规中极的特点, 这也是很正常的, 一方面老大不喬事, 自然不能吃前纲毒断, 更不能像特朗普那样行为乖章, 另一方面, 各山头, 各有各的想法, 各有各的利益诉求, 一番调和平衡下来,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取向中庸, 而另一个特点, 就是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超枯, 原因也很简单, 原本一个人掌控的权力, 变成了一群人商议, 如果能平衡调和当然好, 可总有平衡调和不了的时候, 正常情况下, 这种应该是总统最后抉择, 可拜登老年痴呆, 哈里斯又是个玩主, 都无法承担重大事项决策的使命, 也没人信服他们的决策, 但是政府必须要解决问题, 问题摆在那, 所以政策最后必须得出来, 所以这种难以调和的情况下, 最合适的做法, 就是照搬教例, 拿历史经验背书, 这是缺乏权有力, 划死人的情况下, 唯一能让所有人接受的解决方案, 这两个特点, 也在拜登政府这半年来, 表现中得到了印证, 几乎每一步操作都循规蹈矩, 逻辑也都十分清晰, 也符合民主党建制派的一贯政治作风, 跟特朗普那种离境叛道, 动不动就识破天经的搞法截然不同, 但这样真的达到目的吗? 个人觉得很难, 并不是说中庸循规蹈矩就天然行不通, 也不是说没有桥氏领袖, 国家运行就一定会出问题, 但问题是, 这种玩法得分时候, 如果搁在天下太平, 四海无石的成片岁月, 那精英们根据常规政治逻辑, 按部就班的安排工作是可以的, 甚至没有最高领袖都没问题, 就像东汉, 宋朝, 明朝, 皇帝要么小孩, 要么被朝臣架空, 要么就无心朝政, 天天待在宫里当木匠, 炼丹修仙, 玩妃子, 反正即便他不做实际决策, 但朝廷照样可以正常运转, 但美国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, 当下的美国, 内部社会高度撕裂, 贫富差距巨大, 经济结构扭曲, 股债泡沫压顶, 大萧条阴影, 越逼越近, 外部经济强势崛起, 正积极推动产业升级, 是要美国科技壁垒, 这种格局下, 美国如果继续按照过去的一套, 冠仓模式运行, 继续过去的玩法和套路, 明摆着就越来越无以为继, 那该怎么办, 当然是改革或者变法, 而完成改革和变法, 就必须要出一个强势政治领袖, 营造出强势变革氛围, 才能在极端情况下, 维持住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, 为变革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, 总而言之, 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到十字路口时, 需要一个强势政治领袖, 用他的个人能力, 魄力, 魅力, 来推动变革顺利进行, 具体到美国, 就是具体一个林肯, 罗斯福这样的人物, 将国家拉回正轨, 可现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人物, 特朗普本来看上去有点像, 可这哥们虽然有魄力, 有魅力, 但能力好像差了些, 推出的政策到底是好是坏, 尚有争议,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, 其他没有能力在变革的同时, 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, 反而让两者更加动荡, 让美国的内耗更加严重, 而拜登在某种意义上, 连特朗普都不如, 特朗普不管到底是魔是佛, 但好歹他还能折腾, 拜登是能力, 魄力魅力, 三者全无, 直接成了个半傀儡, 连折腾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, 当然, 拜登政府这种情况的好转, 就是不会犯什么大错, 美国政府在拜登或者民主党精英手上, 不会像特朗普那个狂徒, 狂干一通后, 如果发现此路不通, 最后反而很可能加速美国衰落, 但问题是, 拜登政府这个情况也解决不了问题, 而美国的问题又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, 所以拜登政府注定只能延缓美国的衰落, 而无法避免, 他的MMT可能会让大萧条晚来个一年半载, 但很难最终避免, 他对中国的打压, 以及构建反华联盟的规划, 虽然看上去更加有条理, 对美国自身的伤害较小, 也确实会增加中国崛起的难度, 但鉴于美国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复当年, 所以并不足以把中国彻底封死, 反而让中国获得更多的积蓄力量时间, 所以真要说玩死中国的可能性, 反而还不如特朗普那种想干就干, 不计后果的拼命玩法高, 这就是拜登政府的最大弊端, 而这对拜登政府来说, 又是无可奈何的, 拜登的弱势背景, 以及糟糕身体状况, 决定了他注定无法乔适, 既然这种情况, 他明义领导下的美国政府, 只能中规中矩, 谨守教条, 以确保不出大错, 而美国又回到了国运兴衰的关键路口, 他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不出错, 而是必须把国家重新带到正确轨道, 而这种目标, 又非乔适改革家在位, 否则不足以完成, 从这个角度来看, 拜登政府看似稳重, 实则已经走向此互通, 就算统治集团里面真有高人, 真有碗狂蓝鱼寄到了林丹妙药, 但这样群罗无首, 多头工智的政治架构, 也注定无法将这个挥救命, 但各会严重伤害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回先神单, 变成现实中的政策, 乔丽而迅速的推行下去, 所以美国的这一劫, 恐怕真的是无可避免了。